- 財經急診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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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大家好,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- 我是盈盈 - 今天邀請到論院投顧分析師 - 閻一鳴,老師好 - 大家好,我是閻一鳴,閻老師 - 很高興來到財經急診室 - 為大家提供這個服務 - 是,老師,川普已經公布 - 跟習近平約好 - 要下週見面了 - 那是否代表貿易戰有一個進度 - 往前推了呢? - 好,那當然一般人會認為說 - 這個貿易戰 - 在所謂的下週 - 在G20的一個峰會裡面 - 那川普跟所謂的習大大見面之後 - 可能這個貿易戰的部分 - 初步的會得到一個緩解 - 是 其實現在的話 - 包含中國跟美國他們的幕僚單位 - 包含財政部 - 美國的一個財政部副部長的話 - 目前為止可能人啊 - 正跟中國在 - 就所謂的貿易協定 - 開始來做出一個協商 - 那所謂的川普跟習大大見面 - 他只是說這個儀式上面 - 我們就現在所協議的一些所謂的議題 - 我們來做出一個簽約 - 那當然這個消息一傳出來的話 - 不只是說我們亞洲各股 - 韓國 日本 台灣大漲 - 是 連所謂的全球的股市 - 包含歐洲的股市 - 好消息 - 他都得到一個所謂的振分 - 那之前的一個黃金的部分的話 - 相信他的波動性比較大 - 那可能這個消息傳出來之後 - 黃金在近期以來 - 他的波動性就開始減少了 - 但是我們來觀察一下 - 美國稻窮的一個指數 - 跟台灣目前為止的加權指數 - 比較的話 - 你可以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 - 美國的一個 - 他的所謂的一個K棒形態 - 直接拉上去了 - 在之前他就是佔上所謂的季線 - 那在所謂的消息發佈之後 - 他就直接的噴出去 - 這個是叫做美國的一個稻窮 - 也好 納斯達克也好 - 包含水的費半指數 - 但是我們把畫面 - 看到所謂的台股的部分的話 - 它今天的一個台股 - 雖然大漲的先進134點 - 目前為止的話 - 剛剛好只有越過所謂的季線 - 也就代表台股目前為止是落後 - 於所謂的歐美股市 - 那從這個禮拜開始的話 - 我相信有更多的資金 - 它會進入到所謂的台股 - 有更多的股票 - 它會開始進行所謂的推動 - 那在本週的一個台股裡面發現一個現象 - 在禮拜一的話 - 出現所謂的凹凍量之後 - 這個禮拜二這個成交量大概就萎縮到800億 - 但是今天的話是出現所謂的補量上工 - 那代表說未來 - 很多的股票它都會漲 - 但今天盤面上面的PCB族群它是比較強 - 是 - 那就是反映到所謂的電子的產品 - 它有所謂的轉機的一個題材 - 對 - 那這個就是投資人目前為止所觀察的一個現象 - 那當然我們財經急診室的話會就 - 目前為止貿易戰的一個形式 - 還有所謂的國際面 - 包含原物料 - 包含台股一個外來的展望 - 我們每個禮拜都會利用點時間 - 在這個節目的一個單元裡面提供 - 給大家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服務 - 那我也相信說這個投資人可以持續的 - 收看我們這個所謂財經急診室 - 那對於各位的一個財經知識 - 它是比較有幫助 因為每一次的話 - 都會針對不同的議題來提出我們的看法 - 對 - 那這個就是說配合台面上面目前為止盤施 - 來做出觀察 - 但是現在的投資人他可能心理上面 - 他是比較害怕的 - 會觀望 - 會觀望其實是因為說台面上面 - 這個台股的部分沒有看到任何的主流 - 那在所謂的六月份 - 下半月開始的話它有兩個題材 - 第一個叫做半年報 - 第二個叫股東會回復的行情 - 那台股的一個下半年行情 - 就從六月下旬開始 - 它會去做出一個點火 - 但是個股表現 - 它差異性是非常大 - 所以說你現在可以去留意 - 在低檔區的 - 包含岩老師在著作裡面有寫的 - 這個叫六日十三日線黃金交叉 - 對 - 站上所謂的五四日均線的話 - 這是一個標準的一個 - 底部噴出的一些標股的一個形態 - 提供給大家來做出個參考 - 是 謝謝岩老師的分析 - 更多盤中即時消息以及選股策略 - 歡迎加入岩老師的Lineat - 那財經急診室我們下次見囉 - 拜拜 - 拜拜